廉价最后一天 传统市场一早人潮不少 但只有鸡肉摊 没什么客人 让摊商很无奈 农金公司表示 缺氮危机也推升土积价格飙涨 产地价过年前原本36元 甚至一度涨到45元 短短两个月价格飙升超过两成 以市售三四台金的土积为例 售价已经突破500元大关 目前土积跟白肉积的市场零售价 从原本一斤100元 现在涨到一斤120元 比去年同期涨了二到三成 我认为至少三成 那很夸张 涨两成都已经很夸张了 少吃一点 农虚大厂捕风分析鸡蛋少 导致除鸡也变少 鸡蛋或鸡肉市场供需失衡 拖更久 预计四月缺口达巅峰 六月后才会平稳 以白肉积为例 原本每周可以勾引500万只 减少到450万只 等于一周缺少50万只 鸡肉涨价的效应影响 量饭店冷冬土积近两个月 涨了5% 料理鸡汤也涨了18% 另外为了解决蛋荒 门委会规划进口500万颗鸡蛋来台 第一批澳洲进口蛋 已经运抵台湾 数量介于32到36万颗之间 尚未完成报关 入关程序 最快三月一号调度给加工业者 如果说它500万颗是每天或者是每周 那可能有一点点帮助 几个月来个500万颗 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帮助 中盘商认为进口500万颗 效果有限 但换危机 恐怕衣食难以缓解 记者周杏杰 陈林安台北下方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